你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呢 是有公司新聞議題中心PN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以及燦爛時光節目聯合 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在每個禮拜五的晚上10點 會在中正大學精神經濟廣播電台 FM88.1的頻段當中會播出 你只要在加IT區都可以收聽的到 之後會在禮拜天的晚上9點半 在公司新聞議題中心 PN網站上面會有直播 然後在公布的網站 會有完整節目的播出 那今天在節目當中 要跟他談一個 其實在這個社會裡面 我一直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很多人 關心或是很少人關心的議題 但事實上只要談到台灣媒體問題 或是台灣相對之下比較好的媒體 公共電視大概是 會被很多人特別去提出來 那在過去這一二十年當中 也有一批學者 一群公民團體的朋友 一段的在不斷的在監督公共電視 也希望公共電視能夠 越來越擴大成為一個公共廣電集團 那當然現在在一個形勢上面 這個公共廣電集團 恐怕是成立了 但在實質上面還有很多的問題 那前一陣子 一群公民團體 他們成立一個叫公民監督公視聯盟的團體 也發表了第二次的監督報告 那今天我們就來談監督報告 以及公共電視最近發展的一些狀況 那今天節目當中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的教授 林奕雲林老師來跟我們一起分享 林老師你好 好 中翔好 然後各位觀眾大家好 在前幾天 其實我們知道公共電視的新的總經理 邱悅先生 邱老師其實也是我以前在實行大學的同事 那他出現來擔任這個公視的總經理 你對這個總經理的這個領選過程 以及對邱悅 這個總經理有什麼樣的看法 或者是期待 對首先我們談的是領選過程 那其實 在領選過程中也是有一些爭議 那首先一個爭議是在於就是說 那因為之前的礦總經理是在做到一半辭職 對 那所以他其實任期還有一年半左右 但是在這一次他們那個 本來的那個就是contract上面 本來據說是三年 然後後來因為共會的抗爭之後變成兩年 就是未來的總經理將變成兩年 那其實這個 你是說新的秋月這一屆 將變成兩年的任期 對 將變成兩年的任期 那其實是已經超過 超過原來就是公視這一屆董事會的任期 就是總經理是由董事會所任命的 但是他應該跟他同進退 但是他會超過就是未來的總經理 將會 將會超過這一屆董事會的任期 而這個制度上面不是很奇怪嗎 不是違反了一些公司 難道沒有違反一些公司法上面的精神嗎 其實會有一些爭議 爭議的問題會在於是說 其實總經理是代表 董事會是代表我們人民 然後選拔適合的總經理 來擔任來領導公司 那如果說未來這個新的董事會 未來新的董事會 他將會面對一個情況是 這個總經理是過去的董事會所任命 他會有這樣的一個矛盾存在 這個是一個問題 但是公司也有他的說法 他會是說未來總董事會不會有 不會那麼順利產生 他怎麼會有預言的 這樣一個神奇的能力 就是過去可能 例如說過去延任那麼久 那前幾屆都有這種例子 都延任那麼久 這是一個理由 然後第二個理由是說 如果只有一年半的話 那其實不容易拼到我 他認為說一年半的時間 很難人家願意放下手機的工作 來只是做一年半的工作 所以他認為是養名比較適合 這其實蠻奇怪的 雖然在公司的董事會 剛剛你講的是一個事實 因為絕大多數在過去的經驗 幾乎都是嚴忍的 大概可能是到了半年 甚至一年兩年 這種狀況不等 可是這個是在一個實務上面 可能會發生的狀況 不代表制度上面 因為他就應該這樣子去破壞他 對對對 所以會有這樣的一點爭議 這一點爭議 這個還留著 現在還留著 留著 那所以可能未來 我們再繼續 這個可能要歧路 或者說要引為警戒 然後萬一 以後再面對這種情況的時候 希望不要再犯 就是說 如果延任是 是實務上 就是您剛剛所講的 就是實務上不得不 但是其實在理念上 不應該這樣說 可是面對這種狀況 相關的團體 或是一般的公民 難道不可以去申請一些 包括 我不知道是不是到了事件的這個程度 或者是 他是不是有違反 某些法律的這種 這樣的一些基本的規範 難道他沒有處罰的問題嗎 難道我們就這樣 嗯 就這樣放過去嗎 對 其實是會有問題的 其實是應該是有問題 就是說 就等 他 他的權力 延伸到下一屆的董事會 就是說 這一屆的董事會 他們權力 延伸延展那麼多 這可能 這會有權責上的問題 嗯 他的權力到哪裡 他能夠做到這樣子嗎 會有一些問題 嗯 那當然我們知道公共電視 在過去第四屆的董事會 事實上引發了很多的爭議 而這個爭議事實上 也導致了公共電視的這個運作 或是公網集團運作上面 他出現了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啊 那當然在一兩年前 這個新的董事會成立之後 那似乎也讓公共電視 這個稍微的上了軌道 那不過也有一些 一些必須要改進的地方 但是如果回到 這個新任總經理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那不管他是不是違法 他就是一個受僱者 那這個受僱者 在公事基金會之下 他基本上來講 他是一個一個負責管理的 這個所謂的實際上面的一個經營者 美改團體 或者是林老師 對於這樣的一個新的經營者 他可能會面臨到什麼樣的問題 以及對他有什麼樣期待 就是未來您說總經理的角色 對 總經理的角色他當然還是很重要的是 我們公事其實因為過去的爭議這麼久 那其實長久都沒有進步 都在一個坦白說是在一個停止的狀態 如果沒有退步的話 其實是在一個原地踏步的狀態 那所以會期待的是 總經理他應該要有願景 他應該要提出公共電視 未來他要怎樣的改革 才能真正落實到公共的精神 然後要有哪一些創新的做法 然後帶領公事前進 在我們這個時代 不管社會變遷這麼大 我們台灣已經經過這麼多的運動 這麼多的衝擊 已經變化 那公事的角色應該怎樣回應社會的變遷 這是在社會變動的一部分 然後在科技上 其實科技變遷非常的快 網路的端行 網路的普及的使用 這麼大 變化這麼大 那公事如何在一個多平台的時代 這個網路的時代裡面 繼續扮演移民社會的角色 這個是董事會 以及未來的經營者 必須面對的 必須深深思考 然後必須要提出他的願景跟做法 然後不管是對公眾 告訴公眾 以及告訴內部的員工 他將要怎麼樣帶領公事 如果公事是一艘船的話 那未來這個總經理 將是一個重要的舵手 那他要拿公事 帶到怎麼樣的方向 在我們台灣這個島嶺 這個航向世界 他要把公事怎麼樣帶領公事 航向世界 他必須要提出這樣的願景 但是比較可惜的是 在這次的選舉過程中 那董事會也沒有對社會報告 我們也看不到 沒有看到說總經理 或者是總經理的一些候選人 他到底提出了什麼樣的願景 那新任的總經理的人選 就是當選人 我們也不知道他的願景是什麼 這個是厲害 那你們會去特別找個時間去拜訪他們 要求董事會也好 或是新的秋月總經理來提出一些看法嗎 那當然除了要求他們提出一些看法之外 在所謂的這些民間的監督的團長 都能夠更具體的 例如說我們總不能一直期待他們講 他們講他們講 可是事實上他們講的是不是真的可以做 或是願不願意講 我們也不知道 可是我們自己的想法是什麼 我們對於這樣的一個有沒有更具體的一些建議 甚至是一種要求 希望他能夠達到的一些項目呢 對 那也就是在 所以還是會有定期的這樣的監督 就是說 公司金融團隊知道說 其實民間社會事實上是非常關心公司的發展 那也會有定期的監督 那定期的監督之外 我們也提出一些願景 例如說 在剛剛所講的數位化的時代 他將要怎麼轉型 做數位轉型 特別是新聞內容 特別是在新聞內容的部分 目前是新聞部跟多媒體部 那個新媒體部是分開的 那其實新聞並沒有在多媒體的時代 在網路的時代裡面 繼續扮演引領社會的角色 或者說在網路時代裡面發揮更重要的功能 這個是民間團體的期待 那再來就是說 比如說在報告書上也有講 就是戲劇節目上 過去幾年來也沒有看到說公司有一些 比較重要的作品出來 比如說過去都還有一些比較大成本的製作 例如說人間四月天 什麼孽子等等 都還會彼此英雄 都還是看到有一些的戲劇節目 但是這兩年來看不到大型的重要的戲劇節目 但是戲劇節目卻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戲劇節目的投資投入 才能夠讓台灣的文化產業真正生根落實 那我們的創業怎麼才能夠有所發揮 比如說戲劇節目裡面中間包括了 比如說去說台灣的故事 然後還包括一些演員 然後還包括音樂等等 所以戲劇是非常重要 但是這幾年來很遺憾看不到說 有一些比較重要的期間性 重要的一些戲劇節目 但是他其實也面臨到一些限制 不是嗎 就是公民團體經常會對公共電視 有很多的期待 那事實上我過去也參與一些公共電視的運作 那A團體有A的期待 B團的B的期待 可是他就是一個公司 他就是這樣的一筆錢 那這個錢事實上大家都知道 跟很多國家公共電視比起來都很少 那這些期待會不會對他們的要求太多了 對 但是 社會中當然有不同的期待 這個是可以理解的 那但是公司必須要有一些創新的做法 他可以說基於這些期待 有這些不同團體 然後大家 大家來討論 形成一個討論的社群 那社會並不是那麼溝通 不能溝通 不能夠理解的 基於哪一些理由 基於哪一些理由 然後他在 包括說經費的理由 包括說我們現階段 台灣社會重要的agenda 重要的議題的理由 所以這一兩年我推出什麼樣的節目 有哪些的創新作為 那因為可能因為預算 可以我 預算到哪裡我做到哪裡 但是他必須有些創新的做法 有些創新的作為 他必須要提出那個願景 報告人 就跟工作問責 那例如說像BBC他大概每年都會有這樣子的說 未來幾年我們這樣怎麼做 的報告書 對人民報告書 不管是對人民或對立法院的報告書 然後這些東西都會上網 就是說我在我任內 例如說在一個總經理任內 他將要怎麼做 然後我們的預算是這樣 然後我們的社會 我們社會重要的議題是這一些 那預算是如此 所以我能夠做到怎麼樣 有多少錢做多少事 但是還是必須要做事 他不能夠沒守成規 過去我們看到的比較遺憾的就是 就是延續的過去做的 就是沒守成規 你也不能說他不好 他還是繼續做 但是只是沒有一些 沒有一些創新 但是我們整個社會都變得 傳播科技也改變 然後社會很多的創新實踐 都在動氣 但是公司必須一起動 在公共電視其實每年都會做年度報告 對不對 那就是例如說他們可能會做財務的這種 所謂的報告 在他們網站上面也都有一些報告 甚至他們其實也會到像今年跟去年都會到不同的縣市 會有一個類似像與公司有約的這樣的一種 所謂的互動討論的活動 你們覺得這個都是不夠的嗎 對這是不夠的 就是說我們回想起來 過去有哪些的創新做過 有哪些 例如說 在現在 臉書的時代 或者在很多APP的時代 那我們有沒有看到說新聞 他新聞能夠Reach到不同的 可以達到不同的平台 不同的platform 那因為現在傳播環境已經變化太快了 那如何 那對公司其實某種程度上 對我們這樣小規模的公司 其實某種程度上是一個 是一個機會 因為過去是真的需要大成本 需要很多的channels 很多的真正的頻道 才能夠影響 才能夠在影重要的角色上 但是現在平台在轉換 很多人 多少年輕人已經不在有些電視上看新聞 而是在 臉書上 或者是說在APP上看新聞 那譬如說昨天有一個新媒體的同業 他就講到說 以他們新媒體新聞來講 那有一半的讀者是在 是經由APP看新聞 是經由神經看新聞 但是在這樣社會科技都變動的情況 公司必須要跟著共起 就是說過去是新聞部 就是歸新聞 那就是做那個新聞節目 但是媒體部就是做PMN 或者是Table就歸新聞 就歸這一部分 而不是 但是很多的媒體都已經做到說 整個媒體是要朝向數位化 例如說紐約時報 或者Guardian等等 都會做到說整個是朝著數位化的想像 包括說新聞新聞內容 都要朝著數位化的想像 去做推廣 到了每一個平台上去 那過去比較遺憾的 老實說是沒有看到有新的做法 新的想像 那公司 所以公司會面對到 也就是我們報告裡面講到說 公司會面對到一個議題是 他在整個收視率來講 他抵抗的非常非常的嚴重 但他其實反應的 也包括說公司沒有在議題上 反應社會的脈動 以及在科技上 他沒有辦法去想像說 或者說有感覺到有想像 但是沒有辦法去回應科技上的變遷 以及讀者的改變 因為月天人的改變 因為月天人已經比較少 從無線上去 無線上或者是電視機上去看行為 這的確是一個還蠻重要的問題 事實上絕大多數的人 在走過去的一些研究當中 也發現 即使是年紀偏高的人 他們其實在手機上面 或者是在所謂的一個 網路上面看節目 看電視的狀況其實已經產生非常明顯的改變了 但是我們相對是看到公共電視在這個部分 似乎他並不是那麼的 這麼的明顯的這種轉變 那說實在的 像公司新聞議題中心PN 當時就是為了因應這個所謂新媒體發展 所以才發展出來的一個部門 就是包括我們這個節目的合作單位 但是很可惜的是 他的預算 或者是他的所謂的整個規格 也受到非常嚴重的限制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再回過頭來 再請教了丁老師 就是在這份報告當中 特別提到了公司新聞部 要特別的要加油 那他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 那為什麼要加油 加什麼樣的油 我們先休息一下 您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有公司議題中心PN 公民進行影音紀錄資料庫 以及燦爛時光節目聯合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邀請到的是台大新聞研究所的教授林立雲 他同時也是長期關心台灣的媒體改革 特別是在公共電視公廣集團 這一個部分 前一陣子他跟一群公民團體 包括公民參與媒體改造聯盟 不同的團體 他們做出了一份報告 就是公共電視的監督報告 那我們接下來要來跟大家繼續談這個報告內容 林老師你好 好 中翔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剛剛我們剛剛談到一個大概是公司的一些狀況 大致上的狀況 以及我們對新的總經理可能會有一些要求 或者是有一些期待 但是回到這個報告的本身 這報告本身事實上也特別的點出 公共電視的新聞部是要加油的 但是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公共電視的新聞部 大概在公共電視各種不同類型節目當中 他的表現或者是他的社會的影響力 或是對社會之間的互動 算是還蠻不錯的 那雖然不見得是最好 但是他事實上也是一個還蠻好 蠻不錯的一些表現 當然他收視率不是很高 內容可能比較貧乏無味一點 可是這樣的一個表現 已經算是還蠻不錯 很多人覺得還肯定的狀況之下 你們覺得他還有什麼問題嗎 那首先還是要先肯定公視新聞的表現 就是說在我們整個商業環境 就商業媒體這樣子惡性競爭的環境底下 那很多的新聞其實都已經不堪了 非常的不堪 那公視新聞的存在是非常的重要 那也因為他非常的重要 所以對他的期待也非常的高 也更高 也期待說他能夠扮演台灣中流底部的角色 發揮更大的功能 所以是在基於這樣的心情底下 才會對公視新聞有所期待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 你也必須先肯定的是 其實公視新聞部 個別的記者 都是新聞戰士 都是新聞戰將 其實表現的都很好 其實都可能有很好的表現 也是都非常有理念 就個別的記者可能是很好 但是整體來講 因為整體缺乏我們剛才上一段所講的 缺乏那個願景 缺乏那個戰鬥的目標 以至於力量是分散的 那例如說太陽花學運 我們在看的時候 當時在太陽花學運的過程中 就會發現說其實公視是冷處理的 也不是說冷處理 應該是說社會已經沸騰了 那他還是照一般新聞處理 相對沒有辦法去反映社會的脈動 或者是讓人覺得公視是跟人民站在一起的 在那個跟公眾去幫我們分析 那個發生什麼事情 那當然那個會有一些遺憾 那公視的記者他會說 他會說 其實我們每一天都還有一整 我們都在現場 其實我那時候有跟公視的記者溝通 他說我們在現場啊 但是因為我們也有播啊 但是因為就是三個三十分鐘的時間 對 也只有一整 我們還是有播 我們有做 但是就是出一整 他說我們還是有做 但是問題是 對那個記者也是很努力 也是在現場 那20NG也在現場 但是在整個scheduling的過程 就是在節目編排的過程 因為沒有這樣的遠見 或者說沒有那樣的提察說 公視必須要反映社會的脈動 這樣的想像 或這樣的理念 那所以呢 他還是把它放在 就是照一般新聞這樣 而不是說 重大事件 社會有重大事件 那我們應該要有緊急的處理 例如說 以跑馬登的方式 例如說有緊急插播的方式 那其他國家的公共電視 當社會發生緊急 重大事件的時候 他一定會有緊急的處理啊 就是說地震啊天災 或者是社會有重要的事情的時候 一定會緊急的處理 然後讓人民知道說 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發生這些事 那公共電視 在其他國家 都扮演一個安定社會的力量 也就是說 當資訊不明的時候 當社會對立的時候 他能夠提出 他能夠呈現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 澄清說 到底各方的立場是什麼 到底原因脈絡是什麼 那其他國家公司 有扮演這個角色 所以會期待公司能夠再進一步 再做更好一點 但是我覺得這也許可能 可以更細緻的討論 例如說這場運動 事實上也擴及到了20幾天 那這個社會裡面 他本來就存在的各式各樣的訊息 或是各式各樣的消息 那當然不可能每天都用非常 高比例的這種所謂的內容去呈現 所以每天可能一則兩則 也許到後面 都我覺得某種程度是算正常 也許在前面那個比較緊張的狀態 可能也許我們會比較多期待 可是慢慢的 當他去向一種穩定的時候 他可能這樣的一個情形 我覺得都還算是一個正常的狀態 這是我個人覺得 那因為整個台灣的媒體 在那一陣子 我坦白說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場社會運動 被媒體如此高度的關注 而且甚至是一種肯定 就是很少看到一個社會運動 是這麼這麼強烈的 那公司是不是要在這裡面 摻一腳 我這個部分 我覺得可能也可以再可以多做的討論 不過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是說 雖然媒體報導量非常大 可是對這個議題的本身 事實上還是偏向在於衝突 或者是花絮 或是在一個流程上面的介紹 可是對議題本身的深度 例如說整個立法的過程 整個這個所謂的服貿到底是什麼 整個運動團體裡面的糾葛 這個部分 或是這些議題對台灣的深遠影響 或者是服貿跟自由貿易之間怎麼去看待 我不曉得在這個部分的所謂的深度性 公共電視是不是有做到的 就是說 在他的一個所謂的daily的新聞上面 恐怕很難 他資源真的有限 可是在一個專題的深度的這個部分 他做到了嗎 對的確是後來有一位記者 有一位記者的確是 好像是林曉慧 有一位記者的確有做了一個這樣的紀錄片 就是說把這件事情做回顧 然後後來也得獎 那也就是說其實必須肯定的是 公司的記者真的是很優秀 然後也因為有充分的時間 比較有充分的時間 這真的蠻優秀 你給他一個機會 他的確是可以做很好的報道 那但是只是說 當時在第一時間上 就是公平剛剛所講的就是說 當事情發生的時候 的確是因為社會真的混沌不明 所以必須要第一手的 或者是比較全面的分析 然後接下來可能就是 當他變成常態的時候 那就回過常態這樣 當運動員回過常態 那就變成常態 但是公司是相反的 就是說一開始的時候就把它冷卻 就是一則新聞這樣 那只是社會開始有 一些反應批評的時候 那後來的確是有深度報道 那深度報道的確是那一則來 但是就是那一則 就是那一個紀錄片 那一個那一則 那一個紀錄片 那當然我的意思是說 當一個重要的社會事件的時候 那它可以有一系列的 從不同的角度做了深度報道 那這也包括說 那公司原來就有一些 深度報道的時段 一些節目 那像這一類型的節目 它更有責任 應該要做這樣一系列的報道 包括說服務的議題 然後台灣 全球面對全球化的時代 那貧富差距的問題 它更有資源 更有規劃這樣的節目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包括有話好說 包括獨立特派員 他們也不去處理這樣的一個議題吧 包括獨立特派員 特別是我們剛剛 我們報導裡有講到獨立特派員 那獨立特派員的議題 會在於是說 它其實那個用意是非常好的 就是有深度的報道 除了代理之外 那我們就剛剛中海有講到就是 我們頻道這麼多 但是其實真正做深度報導 但是公視反而有這樣獨立特派員 這樣子的節目 這樣的節目 這是非常難得的 那之前的停播的風波之後 但是也沒有看到獨立特派員 有提出新的規劃 就是說要做怎樣的深度報導的規劃 然後會有什麼樣的轉型 也並沒有提出來 這是比較可惜的 但是其實公司在這一方面 其實是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嗯哼 嗯哼 對的確我們可以看到 在自由有限的狀況之下 怎麼樣讓這個頻道能夠去營運 它事實上 它還是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那後面還有一點點時間 我想要談一個比較困難的問題 就是華視的問題 那我們知道華視在前一陣子 其實應該是前兩天 我們知道有位董事提出說 華視的這個股權是不是要讓他上市 那把這個上市的股股票 那他可以當他會有盈餘之後 他可以回到這個公共電視節目的製作上面 那華視這一兩年的虧損 其實我們看到每年大概都將一千一兩億 那這個問題怎麼解決的 賣土地難道不行嗎 就是把這些資產把它賣掉 那反正他在一些精華地端都是用土地 然後如果把這個錢回到 這個所謂的節目的製作上面 不是一樣可行的一種方式嗎 不過我比較不清楚那個方案 或者說這個董事 第一個就是說這個董事有沒有能力這樣提 有沒有權利 有沒有權利 因為這個已經到達國家的那個 傳播政策跟傳播法治的層次 那之前國家的那個政策方向 是要朝向就是公共化 也就是說保持華視做為公共化 那董事個人 恐怕沒有這個權利來做來提案 除非他在法律上修成這個方向 所以這個話這可能是會違反到 無限公司主義條例 對那個法律的依據 所以董事應該沒有權利做這樣 除非他很努力推這個方向 那如果他推這個方向的話 我們就會面臨到說 華視就會石油管 更多的石油管 那在我們台灣現在 已經過度石油管的情況底下 相反的應該是爭取更多的 更多資產 那這土地很寶貴 的確土地是非常寶貴 那在精華地段 那也正是因為他在精華地段 所以應該要保留下來 保留下來作為節目直播總型 例如說公司 連公司新聞製作都太 連市區都太遙遠 那好不容易在精華地段 有一個這樣的基地 作為公共的 不管是不是華視 我覺得現在華視 其實他因為有很多很多人 主要是政府的 他沒有辦法撥經費 讓他整個完成公共和國際 那以致於說 以致於說營運上出現很大的問題 但是不應該是石油管 就是把他 政府他應該要 應該要趕快撥款 就是完成華視股權上 整體的公共化 我覺得一個最基本的 前陣子媒體的訪問我說 其實先不要談賣不賣的問題 公共電視 這個無限電視公共五條例 裡面有所謂的負負擔捐贈 不管是從民進黨政府也好 到國民黨政府也好 到現在都沒有撥款給華視 沒有撥款給公司基金會 那這個董事會應該要先率團 去把這筆錢要回來 對 我覺得這個是最基本的不是嗎 是我覺得董事會的責任 不應該只是治理 不應該只是說 要讓這個公司賺錢 能夠活下來 活下來是重要 但是不應該只是說 就短期上讓他能夠賺錢 運用什麼外面的資源 運用私有化的資源 這個不是董事會應該做 董事會應該做的 應該是去跟國家要錢 讓這個電視台可以長期運用下來 應該是要國家政策上的一些作為 我不是說捨本足墨 是要把自己的土地 自己的資產賣掉 這個是太簡單的方式 賣足產的方式 建賣足產的方式 這是非常不難的 對如果這個東西都不敢去要或不去要 我想提高那個東西可能更更龐大 那個政府會不會願意去幫你做這個修法 或者是 因為他是要修法 甚至包括公司法 可能都會有一些 對於這種所謂的資產的限制 因為你變成是私有的話 他怎麼可能去要求他把這個節目 這個錢盈餘全部去做 有部分去做所謂的 這個節目的改進的投資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那是更困難的 那今天節目當中非常謝謝林立雲老師 來跟我們一起聊這個話題 當然這個話題其實聊了十幾二十年了 到底有沒有進步呢 很多人都保持一個非常懷疑的態度 但是我的想法是說 如果不做這件事情的話 根本就不會有進步的可能 謝謝林立雲老師 我們下禮拜共同站會 謝謝拜拜 謝謝 我們下禮拜給你一個擁抱 抬起頭 看出生命的溫暖 天空的眼淚 誰過了時間 還來不及還行